列車進站 車體彩繪很繽紛 耶誕姐要到了 急緊讓列車換上新衣 營造過節氣氛 一踏進來 彷彿就走進了 這個冰天雪地當中 地上還有這個銀白色的冰川 好像是很冷的北極世界 而我身旁呢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客人 就是這個紅色衣服的 聖誕老公公 他的比例呢 是依照真人的比例打造而成的呢 1 2 3 耶誕姐要到了 除了耶誕老公公 最夯的打卡點還有 黑夜中這一片藍色小燈泡 營造的藍色隧道 也被網友稱為最美藍洞 成為耶誕城中必造訪之地 我們站到中間 好 來看向前面的鏡頭 廣場中這一座 12公尺高的白色耶誕樹 超級吸睛 搭配夜晚亮起來的燈光 拍起照啦還很唯美 還有艾莎和雪寶 在其中儉然置身 冰雪奇緣裡 聖誕快樂 耶誕節即將到來 整個城市也搖身一變 營造許多童話場景 就要吸引民眾拍照打卡 幫忙創造話題 記者阿公雅邁學長方台北報導